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 myradio.hk 喂BB 不好意思啊 我就快到了 你到了很久啊? 不要緊啊 等了一個半小時 時間剛剛好 聽完整集動物貨場 那你再聽一會吧 我很快出門口 蛤?你還未出門口? 很快就到 對了 你交了下個月 myradio月費未 趁現在上網交吧 記得幫我加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你會不會走出來說不認同 去跟他們劃清關係呢? 不會 一是 你就覺得 很簡單 你怎麼說梁振兵 你是不是叫可恥 他會下台嗎? 他不會 因為你要實際行動 一是你就上來搶這個台 然後拉我下去 和理非非三十年 有用嗎? 雨傘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來 但是那些正棍 左膠 用和理非非 將整個革命糕造化 勇武抗爭 香港建國 蘇人真知 四眼起義 好啦 回到第三節的蘇人起義 剛剛講的 將軍澳居民自發 反大媽 其實呢 這些反大媽的行動 就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 但是我們就要探討 究竟這些大媽 為什麼會出現 還有 為什麼這些大媽 他們是這麼肆虐的呢? 為什麼會出現 主權娛交之後的 單情症 對 相信這些大媽 你試過跟她說話 她們都是操住一些 不流利的廣東話 或者大有後音 或者在講普通話 甚至乎在講普通話 這個真的 他們大部分歌都是普通話歌 就是這些 可能有香港男人 就上了去 就找了一個女人 然後就 申請她下來 就 形成了這一班大媽 那這一班大媽 為什麼下來香港 可以這麼肆虐 而 你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大媽 這麼有空呢? 因為他們不用做 yes 因為其實呢 民政事務處 其實每一年呢 都有份報告出現 是 那 那 就 他們會訪問一些新移民 是 ok 原來 他們每一年呢 其實的數字都差不多 嗯 就是 接近六成 的女性新移民 都不用做 都不做 都不做事 不是不用做 是不做事 不做事 ok ok 那你 沒事做了 嗯 難道在家裡 打麻將什麼 那些 所以就出去跳大媽舞 就是這樣 是啊 就是因為這一班人 來到香港 其實他基本上是 真的可以說他們 真的天天有的 我三年區也是天天有的 他們當然天天有 因為 過往香港人 過往香港人可能就太過包容 大愛 打算給一個過渡期 他來到香港 可能那些警察又會執法 就算不是警察執法 最初其實 小人一些 他們沒有那麼肆虐的 其實他們是真的 可能給香港人 講他兩句 我也說沙田區變了兩檔 以前一檔很小的 就是幾個人 然後現在越來越大group 大group到變了兩檔 是 在山田那個 山田中央公園 OK 我記得好像 單車徑那邊 就是接近大圍 那邊有一個 有蓋的 那邊又是滿了 是啊 是 因為之前踏車經過 那其實就是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這些新移民 來到香港 完全都不願意 融入香港的文化 和基本上 其實剛剛我們都說 新移民我們不是完全抗拒 但是新移民的質素 其實我們是需要控制住 因為香港的資源有限 質素之前 林鄭不是說了 有 不知道 六七成 都有中學學歷 中學學歷 但原來發覺是中三 OK 原來是這樣 那些言語藝術 真是中學 讀到中一都是中學 是的 所以都是中三留下 就是 就是 這些新移民來到香港 他們又 基本上真的可以說 他們是黃蟲 怎樣 define 黃蟲先 對這個社會沒有付出 不願意去保護 我們原本所擁有的東西 反而是不斷去侵略 不斷去侵蝕 侵蝕我們固有資源 固有資源 以及摧毀我們原本的價值觀 原本的文化 資源呢 就是這樣的 剛才我不是說有六成的女人不做事嗎 男人你猜多少 男人好很多的 三成 三成 四成 你看先 有六成不做事 然後 調轉 六四比 因為是剛剛好 OK 即是男人有四成不做事 是的 但是呢 有超過一半呢 是住在我們香港的公屋 公屋 其實你一看就知道 究竟是不是黃蟲 就是了 香港 這麼小的地方 土地又有限 資源又有限 我們沒有我們的工業 所以我們的生產力 完全就靠零售 旅遊業等等這些東西 你有排過單人的公屋嗎 沒有 我上年做過一個的報道 是 那時候就訪問了 那時候 因為公屋輪流冊 那些計分會不斷改的 是呀 有一個應該快要給他 他提了十年 是 剛剛又改分數 是 又高了 是啦 結果要等多五年 這麼大了 很簡單 其實他的理由就是因為太多人在等 OK 就是那些大陸那些人 但其實都很難排 因為我記得他單人的入息限納 是 9750還是10,000 大概是差不多 那小弟就很幸運 一出來工作 一年後都已經過了這個數 挺好 那怎樣申請工 我記得我多年對一份工 那你當年 我當年 差很遠 師兄 我覺得6,000元人工 我當年對一份工 真的差很遠 以前6,000元 分分鐘 都叫做夠洗 現在6,000元 真的分分鐘 吃都不夠吃 你想想 現在出去一個下午一個晚餐 不是呀 他現在是平衡市 現在是3,500多 那個都不只叫平衡線 那個叫難民線 那個是死亡線 是呀 就是你3,500元 你除了一天 可能你有百多元 真的完全吃飯 但是睡街 原來林鄭的定義 睡街 睡麥當勞 剛剛新聞廁 有一集是講麥當勞 記熟 是呀 厲害呀 真的 我沒想到睡多勞 我以前小時候會睡麥當勞 為什麼呢 就是 整班朋友 穿完K 還沒有車 那時候哪有24的 就是那些車 剛剛去到5、6點的時候 是剛剛百武士來的 那段時間 其實現在5點也是百武士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通宵巴士 又是5點最後班車 但是你5點半去到等 就是沒有了 OK 總之那段百武士 我們不是去麥當勞 OK 那現在我相信 都不少人是這樣的 等一個小時 OK 但是那些人現在說 真的窮到 10點多開始在那裏睡 10點多開始 那裏 那裏 但是現在都好一點 去到1點都還有車 不是我講麥當勞 那些 10點開始已經有人在那裏睡 是啊 OK 那證明香港的貧窮問題 基本上其實我都不用怎麼說 只是講一個 我相信 可能素雲起義的觀眾層 都比較年輕多些 就是我 我隨便講一個20至30歲 這一層的年輕人 會面對的什麼問題 其實一講出來大家就明白了 好了 讀完書出來 當給你讀到大學 好了 現在大學一起來的中位數 好像是 一萬 一萬多 一萬多 甚至是一萬多 我記得是 當它是一萬多 但是香港入息中位數 差不多是一萬五千 大學入息好像是一萬 你說得對 好了 一萬 好了 當你頭一兩年都是一萬 一萬 你可能還要給家用 每季要還 然後扣 基本上你就是 不可以病 不可以買多少少東西 不可以去日本旅行 這個是 那個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說 去少幾次日本就可以買到樓 喂 喂 你一萬元扣了樓 扣了家用 之後 去交通費 去吃飯 當你一個月儲三千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 很厲害 一個月儲三千 我現在都不可以 不要說這些 你已經上了樓 一年都是儲三萬六 當你 去到 一年三萬六 當你買一層最便宜最便宜 現在首期 按到九成 是不是還可以按九成 是 還可以按九成 那九成 當你買最便宜 即是真是窮人陰蜜 三百六十萬 我買樓的時候可以九成 我那時候是九成 當你窮人陰蜜 三百六十萬 一成 他現在三百六十萬 都是窮人陰蜜 是不是 三百六十萬 真的算比較便宜 一些私人樓 三百六十萬 首期 三十六萬 連買律師 來印 你當四十萬 手續費 四十萬 那好了 一年儲三萬六 你最起碼最起碼 你都接近百年 你還要流舊不升 還有 你中間不要病 不要去旅行 不要買東西 家人不要有事 不要拍拖 那其實我相信 現在 無論是年輕人 一定身同感受 上一代 或者三四十歲的人 說出來 其實你都會明白 現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面對的苦況是什麼 你還要 喂大哥 現在我們土生土長 香港人都搞不好 你還要入這麼多大陸人下來 是不是 香港的資源 香港土地 原本已經是有限的了 你無上限的輸入人口的話 我們的資源 有上限的 一天 但是你仍然不斷進來 不如這樣說 因為其實 每一道地方的移民政策 都不同的 都不同的 那香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麼嚴重呢 兩個原因 一就是審批權我們完全沒有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進來的那些人 正如我剛才說的 其實有很多都不是生產 也都拿著我們的社會資源 沒錯 例如台灣 台灣其實是一個很想去的地方 不過台灣改了來 之前你只要有 有筆錢擺那裏 一年就可以了 現在座底的入場費是 二百八十幾萬 港幣 他們的移民政策 現在其實都是多的 以前台灣說十年前 平均每個月原來是 一百左右的申請 現在上一次的數字是六百幾 那其實就 即使他提高了門檻 反而更多了 但是你會見到 其實就算是台灣 我們在鄰近地區 是 移民過去的時候 都是需要你那邊是有input 沒錯 你會幫到經濟 沒錯 啡賓也是 當然啦 香港應該不會想移民啡賓的了 但是啡賓的移民 都是基於這個 都是你要有capital 是 那麼 香港為什麼這麼嚴重 就是 我們 他過來 我們見不到他又來 沒錯 還有拿著我們香港的資源 沒錯 其實就是 我們最主要現在這些大媽的問題 就是反映了我們香港 不可以再不行駛我們的入境審批權 我是沒有說錯 我是說行駛 即是一三年的時候 可能有些有立法會議員 有些左交團體 他們都說過 是爭取入境審批權 但是我說是講行駛 為什麼呢 其實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寫到明 好啦不好意思 我要讀一讀 第二十二條 第四例 第四固四 就寫到明 中國其他地區的人 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 需辦理批准手續 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 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 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 確定 好啦 其實他說的 只不過是限額的人數 即現在定了每日一百五十個 就是中國政府定的 但是什麼人可以進來香港呢 其實基本法是沒有說明 沒有說明究竟審批權是中國 還是香港 但是基本法也有第二條 我也忘記了那條是什麼 就是第二條 好像就是第二條 就是說中國政府除了外交和軍事之外 軍不得干預香港的內政 香港的內政當然是包括了香港的入境 香港的移民審批權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入境審批權 是我們香港政府一直都既有的權利 只不過不去行使 所以我是會說 即是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行動 或者會盡量去鋪起這個議題 因為其實反大媽這些已經是一個徵兆 香港社會遲早會因為反大媽而進入行使入境審批權的抗爭 即是好像光復行動那樣 當時其實就是由一間拉面舖上水 山下面格說起 說我門口就被那些走私刷霸佔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要求那些人去抗爭 其實將軍澳這一件事 就是一個 我自己會覺得一個星星之火 也都看到 我相信陸續接下來 是會有不同的地區 都會有自發的反大媽行動 如果我們是告訴別人 究竟這些大媽的影響 究竟大媽的問題 原來是源自於 我們是沒有行使到我們的入境審批權的話 入境審批權這個議題 將會是第二個本土的抗爭大議題 其實我現在都 就著這個議題 是不斷做一些資料搜集 我剛剛說到就是說 我們是要要求 行使我們的入境審批權 我剛剛解釋了基本法 其實我們是有這個權利的 只不過是香港政府 一直不去使用 而可能會有人問 如果你有了審批權之後 那是不是只要每個人 符合權就可以進來 那就會變成無上限 其實不是的 這些只不過是行使 是技術上的問題 例如 當你的權利拿回來的時候 其實不是拿回來 是我們行使這個權利 你不就像其他地方的移民政策 其實到最後 你會設定一堆 criteria 其實其他地方 剛剛你也說了 是主要就著兩樣東西 去做一個審批 第一個就是經濟 第二個就是看它的技術 沒錯 但是呢 有一些地方 我知道 他們是會有一個 叫做 可以逆向的移民制度 例如怎樣 例如 我記得好像新加坡 新加坡還是日本 例如批給你移民之後 定期你要回去做考試 去看看你 是不是真的融入了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在行使他們的語言 就好像這些大媽那樣 他們來了香港 分分鐘真的五年七年 但是都十幾年 但是他們還是廣東話還沒說好 不願意尊重其他文化的話 甚至乎我們執法 其實他們會不會說廣東話呢 我覺得有點保留 但是要他們願意融入 有些西人都是用英文 他們不會說廣東話 當然審查文化 審查文化是有很多的準則 你要知道廣東話是全世界最難學的方言 因為有九個音 不是方言是雅然 是語言 廣東話絕對是雅然 是最難學的 其實文化越不越融合 是有很多不同的準則 例如剛剛說大媽已經是一個可以很簡單 去看看這班人 願不願意融入的文化 就是 將軍路海賓這個公園 其實是康民署核下的 康民署核下所有的公園 都是要根據康民署的條例 就是不准使用抗音機 不准發出噪音 不准滋擾到其他的使用者 其實基本上這班大媽是犯了這三條 好了 如果到時我們是行使我們的入境審批權 我們是需要定期去審核這班新移民的時候 若果康民署執法去抄他們的身份證 然後發現當他不是七顆星 不是三顆星 三顆星 住夠七年 拿三顆星 香港人永久居民的話 他要申報回入境署的話 他們便會扣分 入境署到定期審批的時候 你在香港犯過隨地吐口水 大聲滋擾人 在康民署也有跳過老母 一審核的時候 他們便會害怕 他們便會被迫要做一個香港人 或者稍微收斂一點 收斂一點都未必 還有你剛才說到生產力那一方面 其實經濟完全是可以參考其他國家 對於技術對於經濟移民 究竟是怎樣去審核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 不同地方的人都有 當然我們可以用一套適合我們的政策 去審核這些移民 但是現在香港政府完全不行使 所以真的要靠不同的市民去自發抗爭 我覺得由反大媽這個位置 作出第一點是絕對是好事來的 當然現在就不要那麼早 喊到入境審批權 當各十八區不同地方 都有市民自發反大媽的行動之後 到時有人說回原因出來 原來這些大媽就是因為入境審批權 所以才有這些問題 立刻那群反大媽的人 就是變成支持行使入境審批權的民意基礎 立刻有一個抗爭力量 就可以去爭取行使入境審批權 而其實說回反大媽這些行動 如果那麼多位聽眾你們的區 自己都有一些大媽在滋擾著你們的話 其實真的不要怕 因為那些大媽可能旺角這個事例 旺角頭幾次吵她 可能她也會立刻走 害怕 但是大家要知道中國人 特別是這些蝗蟲 是不要臉的 他們可能你罵多幾次 他們就繼續 分分鐘會叫土共阿伯來搞你 因為其實我發現調景嶺那裡 是有些阿伯在看阿婆在跳舞的 他們又看得很開心 那些阿伯就分分鐘不知道會不會動手 所以我 看過我們拍過還給錢 還給錢 我覺得可以藉著這裏給一點點意見 如果接下來會有更多自發居民 去反大媽的行動的話 就可以留意一下 首先找一個集合點 一定要有人開攝影機 還有我覺得應該是循序漸進地 去趕走這些大媽 即是若果你一來就已經 吵人老母 吵你家產 可能旁邊的人見到 只不過是見到一個潑虎麻糟 甚至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是政治潔癖的 即是他們是要搶佔一個道德高地 如果這樣 即是循序漸進的話 一路開波其實不是趕他們 而是叫他們 口言相去 口言相去 即是音量修世 其實我坦白 我也是一個小水族裏 我覺得只要他在做那件事 不是影響到其他人 我們香港的包容勢應該要有 這個其實我也認同 即是 有些左膠說 有些大媽來到香港 老公要去做事 所以他沒事做 才要跳這些大媽舞 OK 我覺得前半部分是成立的 但後半部分就是 你做你的事的時候 就不要滋擾到其他人 但其實這些大媽最… 這些大媽最討人真的是什麼 其實我相信已經很多香港人 試過叫他們收拾音量 試過叫他們不要妨礙其他人 他們是反而屌回你 反而大聲回你 反而惡回你 即是好像張君澳這次自發 他們去錄片 他們都是去好言相圈 但大媽拍下他的電話 你幹嘛錄啊 這樣這些 所以大家其實都要對這些三番 我講的是最初的步驟 對最初的步驟 所以我就說要循序漸進 首先你要有人錄片 首先走過去 叫他們音量收拾 還有叫他們不要在行人路範圍 或者不要霸佔了 霸佔了 我覺得若果在一個沒什麼人的公園 那個地方是真的沒什麼人 你在那裡細細聲跳舞 我相信不會引來別人這麼大的反感 是不是 但是大哥 他這麼冷色霸位 霸佔最漂亮的位 因為他那個位是整條路最中間的位 首先好言相勸 我相信他們都不會理你的 或者聽不到 然後就真的要升級 首先跟他們說明 康文署是不讓你用抗音機 然後就可以直接打到康文署 叫警察來 OK 可能你錄片的時候 你又激怒了他 他動你的手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就 可以打架 可以打架的了 你問我自己 建不建議普通市民去打架 其實我就不建議 一個普通市民 做到打架這一步 打架這些就等我們來 不就是打架這些 一向都被人撩我打架 不過我就不想跟那些無謂人打 你經常被人說你毅勇武的 說 沒什麼所謂 是不是 我覺得不需要還手 我覺得最簡單 你要拍片 其實他只要有任何行徑 就算打不到你 已經是普通襲擊 不是 之後要再說 就是說 若果警察和康文署 都不做事 都不做事 那就真的是 完全用市民自己的方法 去趕走他們 就是我覺得 那那些呢 民有民鬥 無有武鬥 我一定會說合格 你不可以全部趕出來 他們不會知道 知道有大把方法 香港人很有創意 就是這些 中國來的大媽 他們很迷信 很忌忌 你就耍溪錢 天天耍溪錢 你耍溪錢 耍溪錢 耍溪錢 就先罰款 夾飯 耍完跑走 這些大媽 他們很忌忌 他們一定會害怕 那你就不斷說 這些成本又低 是不是 但是 若果這些大媽 仍然還是惡化下去 就是之前大陸 就是中國 他們都有不少新聞 就是 慢慢循序漸種 去到臨時 用這個陰波炮 去還擊 那這個我覺得 就可以後話 但是我覺得第一步 就是要等更加多香港人 去站出來 去關注大媽這些 這些 這些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單止是大媽 而是剛才說的 為何我們這麼討厭大媽 就是因為 他們不尊重 不尊重 和侵蝕香港人 我們要多些香港人知道 其實 香港現在的人口清洗的政策 是對我們有多大影響 是 我們說說 剛剛18年已經這麼大影響 的時候 我們next generation 會怎樣 唉 其實這些我相信 不少團體都講到口臭 是的 有些團體他們專門搞雙非 他們都不斷在講一些數字 就是 我記得之前有一集請了何志光上來 何志光就說 就是他們的宣傳手法 就是不斷講一些數字 其實我覺得是有用的 即一講出來 何志光就是對你那個 是的 對我那個 然後 我覺得他講這些是有用的 一聽到 哇 七十幾萬已經佔了十分一 但是講了那麼久 就是不同的團體都已經 香港人口七百二十幾萬 不是 就是七十幾萬的雙非 是的 帶來了七十幾萬 但是人口 香港人口七百二十幾萬 都是七百幾萬 是不是 所以已經佔了十分一 即這些講出來 其實是別人很意名的 嗯 但是那些香港人都仍然不理 我覺得 就要再再再 再由一個真的影響著他生活 影響著他公共空間 由反大媽開始做戲 嗯 就是反大媽 但他反到幾次才 很多香港人都不去公園 不是的 現在 現在 將軍澳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突然之間覺得 哇 仆街還有得救呢 原來 當這些香港人發現 是真的影響到他平時生活的空間的時候 他們都 就會自己站出來 是啊 當年都有一隻廣豬 都是因為燒到我那一集才出來 沒錯 所以就是要由反大媽開始 糟糕 其實我本身還有些 想著反大媽指南狂 不過不要緊 我晚點打出來 就分享給大家看 今集沒有了四眼 沒有了梁天琦 都很感謝白影上來素人喜意 什麼都沒有準備 不用啦 一向我們都不太準備 那好啦 現在就十月尾了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MyRadio 支持一下Alvin 我相信都沒有太多人支持我了 那還有呢 因為MyRadio會擴充 會擴充 擴充就有兩個台 那素人喜意就會分成兩個節目 就由下個月開始 那就 對 那今集的素人喜意就來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